199 重獻神報 農民工透枝學藝開啟廣告公司 2015年7月22日今日要問0270後趙雄偉 如今將自己的廣告公司經營得風生水起 在投資創業前,他去得最多的地方 就是創業培訓班、遠程教育室以及圖書館 對我們這些文化不高的人來說 只有先將自己充足了電,才敢開始創業 趙雄偉是大道口區白橋鎮民樂村的一名農民 1992年,他高中畢業後先後在上海、廣東、雲南等地務工 乾過雜活、當過學徒 一次偶然的機會,他接觸到廣告行業 至那時起,一夥創業夢想的總子開始在他心中萌芽 在德之回鄉創業各級政府環會提供優惠政策後 趙雄偉偉然辭掉了工作 帶著打工學到的經營理念以及所有積蓄 回到大道口,開始了自己的創業之路 創業初期,由於對廣告的運作環不是十分了解 每天到朋友的廣告店去偷師學藝 成了趙雄偉的必修課 後來,他的廣告業務進入正軌,並在政府對微型企業的輔助下 成立了配搏SCO有限公司 目前,他的公司聘請了三名設計人員和六名安裝製作工人 一個地地道道的農民,經過九年的努力打平 終於成為大道口區廣告界的一名搞搞者 沒錯,呃了 прим請吧 聚會